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却容易被人钻空子 扰乱社会秩序 他认为应该倡导震慑分开 也就是说社会组织能够自我调节和完善的 政府不应该干预而要放权 王怀超指出18大报告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才能品质 严抓贪污腐败 领导干部应该持有一颗平常心 服务人民面对金钱权利和美色等诱惑时要守住底线 佛山电视台见习记者严娟霞报道 市长刘悦伦今天带队检查佛山的食品安全工作 他肯定了农贸市场改造和阳光厨房建设工作 表示要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将监管覆盖食品安全整个链条 保障市民吃上放心食品 市领导刘悦伦王怜一行 重点检查了农贸市场和餐饮企业 产城区同期市场是佛山首批改造升级的农贸市场 排水排污设施经过重新铺设 地面整洁干爽 同时完善农产品检测室配置 还建立起生家进货源头调整信息系统 刘悦伦表示 制定每一项制度和措施都不能一劳有力 而是要动态的茶楼补缺 不断停补金控控牌 而在餐饮企业 刘悦伦一行视察了阳光厨房的建设情况 阳光厨房是通过透明式和金控式两种模式 让消费者可以随时监督食品的制作过程和厨房环境 刘悦伦表示 当前市民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政府要将其作为头等大事办好 保证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对于佛山即将开始的广东食品安全示范式建设工作 刘悦伦强调不能再搞运动式的整治 而是要探索建议成效工作机制 覆盖生产加工流通等食品安全面条 同时服以先进的监控技术和检测手段 推动佛山食品安全上新台阶 佛山电视台记者唐敏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下午召开会议 决定佛山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将于明年2月4号到6号召开 会上还通报了今年市政府共办理人大建议90件 并实现了百分百办复 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第十四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今年市政府共办理人大建议90件 占建议总数的九成以上 而办复率和代表满意率均达到百分之百 市政府还计划由市政府领导挂算 办理一些关乎大局的建议 并出台考核办法推动问题解决 探索每年或每两年组织一次 全市建议办理工作考评考核 出台考核办法明确考核目标和要求 表彰先进边策后进